主要的問題點就是在於說 寵物它在法律上的定義跟人類是不太相同的 那一般我們在人類遇到這樣的情況 比較常會發生大概就是夫妻離婚 那就是小朋友的監護權應該要給輸給誰 這是在人的身上會發生的一些問題 但以寵物來說呢因為寵物在法律上的定義它就不是人 它是屬於物 那如果是物的話法律的判斷是看當時是誰來出資購買這一隻寵物的 如果說是小米購買的那當然在親密分手之後 這個寵物就是歸小米所有 因為通常以律師的角度來說呢其實我們會建議說 就像是父母離婚小朋友其實是最無辜的一樣 其實他很難決定說小朋友應該要跟誰 那同樣呢對於寵物來說其實 情侶兩個人對於寵物都有付出一定程度的行李跟照顧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建議 情侶之間其實還是可以好好坐下來協商協談一下 寵物呢也可以像是人類有會面交往啊 你可以三五住這裡二四六住這裡 只要兩個人之間都協商好 那其實還是有共同照顧的一個可能性 再次看能力 情侶可靜 神經病 跟客人眾